10月28日7时,黑龙江省隋分河口岸2019年进出境旅客量破百万大关,比去年提前一个月完成百万人次过客量,创自2009年以来同期最高纪录。 据了解,百年口岸隋分河处于东美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,有一条铁路,两条公路与俄罗斯相通。 自2019年黑龙江自贸试验区隋分河喷区势力以来,该口岸客流量不断上升,为应对全新的挑战。 隋分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过试验不断调整工作方式,为旅客提供了便利。 调整通道,同时完善了备行机制,在面对客流高峰时,灵活地安排勤募。 同时我们开设了一带一路通道和汽车一站式通关,严格落实了中国公民通关不超过30分钟的制度。 同时对旅游团的一些特殊人群进行了优先路路,切实为旅客提供了便利。 记者在隋分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看到,俄罗斯游客吉安娜顺利通过查验台出境,成为隋分河口岸年初以来查验的第一百万名旅客。 至此,2019年前十个月,隋分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旅客量达百万,同比增长10%,创十年来历史新高。 我经常来到准备,这里试试很快,很好的工作,我非常愉快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,9 4 ,4 6 3 3 感谢观看